各位朋友大家好 从赤壁狼狈逃回北方的曹操依然是惊魂未定 他的眼前不时的浮现出那场汹汹的大火 以及在大火灰映下的那张年轻帅气的脸 周瑜周恭敬 曹操跟周瑜应该是认识的 周瑜是出身于公元175年 这一年曹操正好是20岁 通过举校联的方式 他做了一名狼官 后来呢又在司马仪的父亲司马房的推荐之下 做了洛阳北部位 所谓的洛阳北部位呢 相当于洛阳一个分区的警察局局长 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职位 不过那时候愁出满志的曹操 曹操对此明显是不太满意 他更想得到的职位是洛阳令 不过洛阳令那时候已经另有其人 是他所不能染指的 这个人叫周易 正好是周瑜的父亲 曹操努力的回想 这张英俊的面旁是不是他以前见到 或许他见到的是周瑜父亲的面容 或许能从这张面孔上找出他以前童年时的样子 曹操努力的想 想着想着曹操睡着了 然后他做了一个梦 梦中的那个年份正好是公元175年 周瑜出生的那一年 那一年似乎是他的长官周易为他的儿子举办了一周岁的生日宴 曹操当时也在场 生日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抓周 大唐之上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 有象征财富的金元宝银元宝 有象征权力的印喜 还有象征美女的胭脂水粉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在众目睽睽之下 小周瑜毫不犹豫的抓起了地上一个不起眼的东西 一个打火机 然后他熟练的打着了火 转头看向曹操 咯咯的笑着 在火光的回应下 那张天真无邪的脸显得异常的诡异 在后世诸多的对周瑜的评价赞美声中 我觉得南唐徐炫的碑名中的八个字说的非常的精准 他是这么说的 说将军继末天下三分 就是说将军死了以后天下成三分之格局 徐炫是什么人呢 大家可能不会觉得陌生 徐炫是南唐后主李玉下面的一名臣子 是当时南唐的一名才子 当赵邝印派曹斌进攻南唐的时候 李玉让徐炫作为自己的使者去向赵邝印解释 希望赵邝印不要打他 当时赵邝印手下的文臣都知道徐炫的大名 知道这个人口才了得 所以没人想去陪他 就怕丢了面子 最后赵邝印还是自己出马 和徐炫一番辩论以后 赵邝印也是哑口无言 最后逼急了 暗箭而起 说江南国主就是没有错 又能怎么样 你们难道真把我当成了三国时期第一赔税男刘备了吗 我的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酣税 天下乃一姓之天下 这句话说的徐炫是哑口无言 再也不敢应答 这就是卧榻之旁 岂容他人酣税 这句成语的由来 后来李玉和徐炫都归降了北宋 徐炫有一次去看李玉 李玉忍不住跟他曾经的禁臣徐炫说了几句心里话 说他很后悔当初杀了潘友李平这两个忠臣 徐炫为了邀功就把这句话报告给了宋太宗赵光义 赵光义因此对李玉起了杀心 将军继末天下三分这八个字非常精准的反映了周瑜的历史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是因为周瑜领导的孙刘联军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曹操 粉碎了曹操一统天下的梦想 这是后来天下三分的第一先决条件 就是天下并没有走向一统还是处于分裂的局面 但这种分裂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是三分 一定会是孙权、刘备、曹操 虽然我们现在看来这三分天下似乎是铁定的 但是呢在当时来说三分不过是诸多选项中的一个 天下有可能走向二分 也有可能走向四分 甚至是群分 而只有到周瑜死了以后才注定走向三分的局面 那么如果周瑜不死呢 如果周瑜真的能再向苍天戒五百年 别说戒五百年 就是再戒十年 那局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周瑜死的实在是太早了 赤壁之战结束于公元208年的11月 而到了公元210年 周瑜就去世了 死的时候只有36岁 在这样一个年轻的年龄 那么他是怎么死的 是之前的剑伤引发的细菌感染 还是突然的暴病 或者是幕后有一只掌控他生死的黑手 这只黑手又是谁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周瑜 知死之谜 首先呢 我们还是将时光拨回到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是公元208年的年底 大家印象深刻的都是公元208年赤壁的这场大火 但真正决定三国格局走向的却是赤壁之战以后的一年 赤壁之战失败以后 曹操很快的就回到了北方 曹操为什么这么急着回去 难道他就不想重新组织人马再战一回吗 毕竟他只是输了一场战斗而已 但曹操肯定不这么想 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战略家 他知道赤壁之战输了也就是输了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的大本营是在北方 只要北方稳固 他将来还有的是机会 关渡之战以后的袁绍最后是亡于自己内部的纷争 这个教训曹操是一定会吸取的 听到这话 躺在坟墓里的袁绍不由的坐了起来 我都这样了 谁又在消遣我呢 曹操的撤退是有计划的 他还留下了一部分部队 固守荆州的几个主要城市 其中留守江陵的就是曹操最信任的大将曹仁 荆州总共是分为七个郡 有北三郡和南四郡 北三郡分别是南洋、南郡和江夏 南四郡指的是武陵、陵陵、贵阳和长沙 在这七个郡中最复数最有实力的应该是北方三郡 其中南郡又是独占凹头的 而南部四郡则属于相对落后地区 南郡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分别是襄阳和江陵 襄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一千年以后 这里又爆发了南宋时期的襄阳保卫战 打遍天下的蒙古人在这里遇到了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最坚韧的坚持 江陵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重要 与襄阳相比 他还有一个非常特出的地方 就是江陵处在向西入川近益州的必经之路 打通了江陵也就等于是打通了益州的东大门 借着赤壁的余威 周瑜率领这几千精兵很快就杀到了江陵城下 曹仁也不示弱 派遣自己手下大将一名叫牛津的 率领几百赶死队迎战周瑜 战斗很快就在江陵城下展开了 牛津的几百人很快就淹没在了东吴几千人的队伍之中 就像在火锅中翻滚的牛肉食饮食现食服食尘 等到火候差不多了就会被人无情的吞掉 而站在城头观战的曹军将士们也只有默哀的份了 曹仁这时候突然下令说给我背马抬枪 周围的将军都很奇怪 说曹将军您这是要干嘛呀 您是觉得在城楼上看看不清楚吗 曹仁没哼他们废话 带着几十名精锐就杀出了城门 站在护城河的一侧驻马观望 城楼上有的将军就说 你看还是咱们的曹将军有身份有地位 看戏都喜欢坐在前排 可曹仁并不是来看戏的 他是来战斗的 观察了一会曹仁突然大叫一声 就率领着自己的这五十多名精锐部队 冲入了周围的大军之中 这种迅猛的攻击使得周围的部队猝不及防 曹仁居然把牛津的部队救了出来 杀出重围以后 曹仁又发现还少了一小股部队 于是他又扭头杀了回去 直到把落在后面的几十人又带了出来 曹仁才带着人马回到了城桌 曹仁回到城楼之上 有一位属下不由的赞道 将军真来天人也 此一战曹军士气大震 一扫赤壁之败的颓废 他们也让东吴仁知道了 在水上你们东吴仁很厉害 但是在陆地 你们东吴仁遇到我们曹军 你们就是一群渣 后来张辽也效仿了曹仁这种打法 他率领着八百人冲进了孙权的十万大军之中 打的孙权是落荒而逃 俗话说大难不死还有大难 据野史记载 这位被曹仁救出来的牛津最后是被司马仪毒死了 原因是因为当时流传着一句称语叫牛济马后 就是说姓牛的要毒姓马的拳 司马仪查了半天自己的手下有没有姓牛的 最后发现只有牛津这么一个倒霉蛋 于是司马仪就毒死了牛津 但没想到并没有结束这句称语 到了西晋时期 狼牙公王司马晋的宠鸡有个叫夏侯光鸡的 他与当时城中的一名牛姓小丽 司通生下了一个儿子 就是后来的晋元帝司马瑞 所以司马瑞应该姓牛 牛济马后最终还是应验 当然了这不过是一个野史的传说 据专家考证与史实是不相符的 所以呢大家就当一个笑话来听 唐朝有一位姓元的鲜卑族的史学家 经过他考证的牛济马后确实有 不过呢这个牛指的是他的先祖 霍跋洪的祖父 代国的创始人 拓跋十一剑 因为剑有一个牛子吧 是他创立的代国以及随后的北魏王朝 承继了晋王朝的基业 当然了这些呢只是一家之言 大家知道便可不必深究 江陵之战打了将近一年 也难怪是这么难打 江陵本身就是刘表经营几十年的一个主要城市 是一座大城城东的粮草军械储备非常的丰富 再加上曹仁所带的守军人数上 并不比周瑜所带领的攻击部队少 城高强后 而且东吴军队也证实了 并不善于打这种弓箭战 所以快一年了也没有打下来 这段时间刘备已经收服了京南四郡 仗着他胳膊长的优势 这时候就把手伸过来来江陵再搅和搅和 刘备派出了大将关羽 专门负责阻塞曹仁的北退之路 让曹仁退不回去 粮草也运不进来 关大将军由此转型 成了一名纵横黑白两道水陆两溪的劫匪头子 专门劫曹仁的粮草与资重 应该说关将军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他对自己目前的这个角色非常的满意 虽然有时候被跃进蛮宠里通 率领的曹军主力撵得满世界乱跑 但毕竟他的KPI指数还是权限标高的 关将军的这种五本生意做的也是红红火火 后世的三国演义将关羽捧上了天 什么斩炎梁朱文丑 过五关斩六将水烟七军 有的没的都算在了他的身上 但这件历史上他真正的功绩 关羽绝北道却没有提议 大概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大符合关二爷的光辉形象吧 曹仁最终还是顶不下去了 如果真的方便面管够的话 我相信曹仁或许能够顶到周瑜退休 但现在江陵守了也快一年了 人吃马胃的粮草也消耗干净了 而且曹操临走的时候给曹仁的命令就是要坚守至少一年 这时候曹仁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任务 所以曹仁这时候就准备撤退了 在他撤退之前又与东吴打了一场大仗 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中 亲自上前线督战的周瑜不小心被刘石击中了左类 当时是伤得很重 曹仁知道周瑜负伤以后又燃起了反攻的希望 而这时候东吴军中也是军心涣散 周瑜忍着剧痛上前线安抚士兵 曹仁看到东吴的军中军心又稳定下来了 觉得无稽可胜 最后还是按原计划撤退了 江陵终于被周瑜拿下 这时候是公元209年的11月 距离赤壁之战的结束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时间 这时候荆州的格局是这样的 刘备占领了京南四郡 孙权占领着江夏郡和南郡的南部地区 而曹操仍然保留着南洋和南郡的北部 这时候刘备的势力明显的壮大起来 而且刘奇死了以后 刘备又被推举成了荆州墓 孙权这时候有点害怕 所以他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 京南四郡并不能满足刘备的雄心 他还没有忘记诸葛亮与他说的龙中队 夺取益州入属 是他建立自己王国的必要环节 而夺取益州一定要拿下江陵 因为江陵是益州的东大门 于是刘备冒险亲自去京口去见孙权 要向他借荆州 所谓的借荆州实际上指的就是借江陵 周瑜那时候还在江陵 他也知道刘备的意图 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孙权 一方面反对出借江陵 一方面又给孙权出了一个好主意 周瑜对孙权说 刘备乃是当事之枭雄 关羽张飞都是雄虎之相 这些人绝不肯久居人下 所以等刘备到了京口以后就请主公将他软禁起来 给他盖楼阁 给他配美女 把江东所有的女妖精全派过来 让刘备享用 目的就是让他陶醉在这温柔乡中 再也不会想那些曾经睡在他身旁的兄弟们 然后把他的部下关羽张飞也分开 最好让他们能够为我所一使 这样的话大事可成意 当时孙权身边的大臣吕范也是这样建议的 不过鲁肃并不支持 而且希望孙权答应借江陵与刘备 三国志鲁肃传及《汉进春秋注尹》是这样记载的 贝易经建权求都督荆州 为肃劝权借之共聚曹公 吕范劝刘备 肃曰不可 将军随神武命事 然曹公威力实众 出临荆州恩信未恰 亦以戒备 实府安之 多曹之敌而自为树党 寄之上也 权寄从之 请大家记住这句话 权寄从之 就是孙权答应了 答应什么了 答应了借荆州 史书记载 后来曹操知道了这个消息 知道孙权将土地借给了刘备 当时正在写字的曹操 笔坠落于地 这个结局 肯定不是曹操所乐见的 因为他不想看到孙刘两家 这样紧密的联合 不想在将来又要面对那个 打不死 拖不垮的刘小强 孙权最终没有把江东的女妖精都放出来 也没有给刘备提供三温暖大宝剑之类的服务 没有软禁刘备 在刘备临行之前 孙权还与刘备喝了一顿大酒 当四下巫人的时候 刘备对孙权说了这样一番话 刘备说 宫锦文武筹略万人之鹰 故其气量广大 恐不久为人尘尔 刘备临走临走 还给孙权上了个眼药 刘备此行是非常的冒险的 这时候他见到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就对随行的人说 孙车记长上短下其难为下 物不可以再见之 乃昼夜奸行 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孙权大长身子小短腿 乃帝王之相 我不能久留 咱们马上跑 孙权如果知道了刘备这么评价他 恐怕会把江东所有的真子都放出去 追杀刘备 到了第二年 周瑜也从江陵赶到了京口去拜见孙权 并且向孙权提出了自己要攻取义州的一篮子计划 周瑜的计划就是西出江陵 攻取义州 然后与西北的马超联合 共同夹击曹操 在这个计划中 周瑜还特别强调 在得取义州以后 将留下孙权的堂兄孙瑜驻守义州 而他将回到江东 与孙将军一起对抗曹操 为什么在这个庞大的计划中 非要提到这样一个细节问题 这个呢 咱们一会儿再说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 在周瑜的计划中并没有刘备 周瑜的战略是二分天下 即使是三分天下 也可能会有马超 但绝不可能有刘备 孙权对周瑜这个庞大计划的答复是许之 又是一个许之 得到了孙权的认可 愁愁满志的周瑜就急着赶回江陵 为下一步伐蜀做准备 但就在路上 当他途经八丘的时候 突然爆足 周瑜是怎么死的 周瑜在临死之前 还给孙权写了一封信 信中这样提到 盗玉暴击 拙字治疗 日加无损 说得很清楚 这是一场暴击 只一天的功夫 周瑜就知道自己必死 所以我们说周瑜是爆足 绝不为过 那么周瑜到底是怎么死的 很多人相信周瑜的死因 与他曾经受的那次剑伤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周瑜受伤的时候 还在战斗之中 曹人又举兵来犯军情危急 所以可能当时周瑜的伤口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清洁处理 就仓促的进行了缝合 这也就造成了日后的深度感染 那时候又没有抗生素之类的药物 所以周瑜最后是因感染而死 这种说法呢 初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细想想 还是有很多的漏洞 首先并没有史料表明周瑜的这次去世 与他当年的剑伤有关 再者说 当时为周瑜疗伤的郎中应该都是顶级的 而且是特别善于处理这种刀伤剑伤 虽然说东汉时期的医疗水平很低 但那时候的医生也知道有感染的存在 所以他们使用的器具都是经过高温消毒的 周瑜的军医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即使是当时军情紧急 恐怕也未必急得连清洗伤口的时间都没有吧 冷兵器时代 这种外伤是经常发生 像江东的大将周瀾都快被人拍成京东肉饼了 不是后来也活了二十多年 所以说当时对外伤是有一套比较有科学性的治疗方法的 即使是退一万步讲 周瑜的伤口确实没有经过很好的清洗 最后导致了内部感染 那这内部感染的过程要多久 难道需要一年时间吗 在这一年期间如果已经出现了感染 完全可以打开伤口重新进行处理 如果重新处理以后伤情依然严重的话 那周瑜应该是已经卧床不起了 而史书并没有周瑜在这段时间卧床休息的记录 伤口感染必然伴随着高烧和剧烈的疼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瑜又怎么可能从江陵赶到京口 毕竟这有将近200公里的路程 周瑜可是骑着马的 他怎么可能像没事人似的骑马骑200公里见孙权呢 还有人认为呢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破伤风感染 我也查过一些资料 破伤风感染通常会造成肌肉麻痹 失去语言和行动能力 周瑜临死之前还能够写信 还能够说话 说明他并不是得了破伤风 而且破伤风感染通常也就是在受伤后的两个星期以内 周瑜毕竟是将近一年以前受的伤 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一年以前受的一次外伤 在一年后会让我们因感染而死 当然了 我并不是说上述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 我只是觉得存疑 当然了 还存在一种可能性 很简单 就是暴击 得暴病而亡 可能是死于某一种心脑血管疾病 在古时候对这种病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如果急性发作的话 死亡的概率是非常之高的 而这种死因也变得无可辩驳 因为这肯定是存在的 这也是一种最安全的说法 但考虑到当时所处的敏感的历史时期 而周瑜又是如此敏感的历史人物 在这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 周瑜突然暴毙 不禁让我们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不禁又让我们想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孙权的两个全许之 孙权先同意了鲁肃借荆州与刘备的计划 后来见到周瑜以后 又同意了周瑜伐蜀的计划 两个全许之 可是这两个计划是完全对立的 可以说有他无我 有我无他 如果孙权同意了周瑜伐蜀就不能够把江陵借给刘备 总不能在周瑜吸出江陵伐蜀以后 孙权告诉周瑜说 对不起 我把江陵借给刘备了 把你的后路给端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那这样做可就真的逼着周瑜要造反了 同时呢 也不能再把江陵借给刘备以后 再继续周瑜的伐蜀计划 因为当时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东吴断不能越经伐蜀 他一定要经过荆州 一定要通过江陵 否则他的法蜀大军就失去了大后方 而且即便打下了蜀地 也不过是在给刘备做假衣裳 那么既然这两个计划是完全对立的 孙权又怎么能够都同意呢 除非他知道有一个计划肯定不可能实行 因为他知道这个计划的主要执行人会死 这种说法呢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 有点荒谬 有点不可理喻 但如果我们静下来 仔细的想想 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孙权与周瑜之间 肯定不会像是表面上那样的君臣团结 所以周瑜在提到他的法蜀计划的时候 特别提到争蜀以后 他会将孙家的宗室子弟孙权的堂兄孙瑜留在蜀地 而他会回到江东 回到孙权的身边 周瑜为什么这么说 很可能是他已经知道孙权对他有猜疑 担心他争蜀以后在那里自立为王 所以他特别向孙权言明 别担心 我还会回来 不会留在当地 留在当地的是你们孙家人 但即使他这么说 孙权就真的放心了 如果周瑜打下了蜀地以后 留在那里了 孙权又能有什么办 他不是还是只能听之认之 赤壁之战以后 周瑜的声望达到了巅峰 就像刘备说的 他的文韬武略在万人之上 定不会久居人之下 曹操也说过 赤壁之败 让周瑜成名了 经过赤壁之战 周瑜已经掌握了江东军队的精锐 而那时候带兵征讨合肥的孙权 居然只能派出张昭作为他的将军 可见他当时的窘况 这种情况下 孙权能不担心吗 周瑜的战略是想两分天下 与北方的曹操化疆而至 两分天下 孙权没意见 但是他担心的是 这两分天下是一个姓曹 一个姓孙 还是一个姓曹 一个姓周 从周瑜以往的品行和他的经历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像司马仪那样篡权夺位 如果他不死的话 他很可能会像蜀汉的诸葛亮一样 虽然大权在握 但是忠心耿耿 大权在握只为了贯彻自己正确的战略思想战略决策 而并不是想篡权夺位 但孙权是这么想的吗 我们再来看看周瑜去世以后的事情 周瑜身边有两个主要的助手 文是庞统 武是甘宁 庞统是周瑜身边的公曹 相当于他身边的贴身秘书 周瑜的法属计划 庞统很可能是深度参与了 庞统的才名江东无人不知 但周瑜死了以后 江东那些熟悉庞统的人 没有一个人向孙权推荐庞统 或许他们知道孙权是不可能用他的 后来庞统投奔了刘备 随刘备西征一周 所以很可能庞统将他与周瑜共同制定的法属计划 交给了刘备来执行 甘宁市江东最早提出法属战略的将领 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领 但周瑜死了以后 他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干将 再也没有以前的大局观战略眼光了 他为江东奋战了一生功寻累累 但最终也没有被封侯 他的后代也没有被封侯 这引得三国治的尘寿 为此抱怨不已 周瑜的长子周寻早亡 次子周印获罪被罢处 后来诸葛锦和权宗向孙权百般求情 孙权才答应让周印官复原职 而当时已经被流放的周印 在收到孙权的社书之前也病死了 三国治记载全乃许之 慧印病死 慧就是恰巧的意思 顺便说一下周印那时候已经是娶妻生子 所以他的后代后来就在江西极安地区生活下来 慢慢的开枝散叶 到了北宋年间 理学的奠基人周敦义 据说就是周瑜的后人 周敦义大家可能不是非常熟悉 不过他写的那部爱莲说 大家一定知道 余独爱莲出于泥而不染 着青莲而不妖 周瑜的后人中 在近现代也有很多杰出的人物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鲁迅 周树仁影星周润发以及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后来权宗又向孙权进言 希望能够封周瑜的侄子周护为将军 权宗是孙权的女儿孙鲁班的第二任丈夫 孙鲁班的第一任丈夫就是周瑜的长子周巡 孙权理所当然的没有答应权宗的请求 而且还说了这样一番话 西走曹操拓有荆州 皆是宫锦 常不忘之 出闻郡王仍遇用户 闻户性行危险 用之事为作祸 故便指之 孤念孤锦 岂有一夜 特别是这最后一句 对周宫锦的大功的抵触情绪 已然是悦然指上了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对孙权有过八个字的评下 信多贤济 果于杀戮 将军寂寞 天下三分 如果周瑜不死的话 也许不会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 不管这种局面的出现 是不是周瑜所愿意见到的 但这毕竟是他的使命 他生为这而来 死也成就了使命的完成 36岁的生命毕竟是太短暂了 很多善良的人都希望周瑜能够和小乔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 生儿育女 像我们普通人一样 但周瑜是一个英雄 他不是普通人 世界上最令人唏嘘的事情 莫过于当英雄迟暮的时候 回忆过往 回忆自己曾经的风功伟绩 不 英雄不应该活在记忆里 英雄应该活在别人的记忆里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